來到澳洲, 大家一定會提起大洋澳 是人生必度的一個地方 這次駕駛車帶你游世界最尾海岸線之一 接著我帶你去拍最漂亮的照片 打最漂亮的卡 每個風景都是很漂亮的 還和你們去酒莊, 看看澳洲人如何享受世界 我們出發吧 我們由Melbourne開始出發 去到波特蘭, 大約是300多公里 來到澳洲維多利亞洲旅遊 懂得玩, 一定玩自家遊 整條海岸線的路都規劃得很好 非常之寬闊, 連我這些高手都沒有難度 第一站我們是先去Geylon 由City出發是大約75公里左右 Geylon也是維多利亞洲第二大城市 這個碼頭, 每個人來到都會打一打卡 另外, 前面這裡有建築物 它裡面有一個很古老的匯船木馬 如果不知道, 原來是全人手製造 建於1992年 超多木頭人款式 這個是水手, 救生員 前面那裡有些交響樂的 整個City大大小小 都有百多個木頭人 每個木頭人都色彩繽紛 有自己的特色 立刻帶你去第二處打卡 這裏是頭部 是頭部來的, 頭部 好像有夏威夷一樣 其實Geylon整個城市都是圍著海邊 所以是非常之舒服 很有度假標 又有那些木頭人 上世紀30年代的絕色美人 如果帶一家大小來玩 真的不錯 看看前面的摩天倫 全部都是炮谷來的 在這裡留下一些微笑 我們就走了 然後我帶很多好東西介紹給你 前面那個泳池真的挺正的 還有跳水板 我們走了 現在就出發去酒莊 在Geylon有一個很有名的酒莊 超級漂亮 可以看到整個菲利浦島的酒莊 現在和你們去Jet Rabbit這間酒莊 其實是維多利亞洲 數一數二的一間酒莊 一進來就看到兩邊牌 如果是The House of the Jet Rabbit 就是cafe 如果是餐廳那邊 就是類似fine dining feel 我們是選了去cafe那邊的 一進去都挺驚喜的 看上去是超開陽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可以看到整個風景 超舒服的 Hi 餐牌有些分享 還有些grunch 我有點想試一下這個青口 喂喂 來這裡怎麼可以不試一下這裡的葡萄酒 這裡的葡萄酒 也會有紅酒 白酒 Rose 如果喜歡甜點可以喝Mascato 也有的 我的餐來了 這個青口真的肥大肉厚 這個是安格斯和牛 漢堡 真的不可以不讚一下這裡的青口 是超級好吃 夠夠都淡淡肉 說一下這裡的消費 我覺得都挺便宜的 每人大約三十多元左右 還有提提大家 但是如果要來這裡的話記得訂位 因為真的超級爆滿 超人來這間的 如果想買一些手信的朋友 就是這裡也有很多特色的東西給你買 這間的酒莊最出名就是在半山的位置 就靠高地 就可以看到整個Philippe 幻想一下自己坐在這裡 拿著一杯葡萄酒 對著這麼厲害的風景 打卡都打到手軟了 這些就是社異人生 出來吹阿邦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Torky這個地方 就是衝浪者的天堂 那個海真的漂亮得黏了 我們到了Bell Beach 就是這裡 滑浪的地方 很出名的 說到衝浪 世界頂尖 一定會提到澳洲 就例如 維多利亞洲 Bell Beach 就是世界頂尖 衝浪比賽場地之一 我現在帶大家下去看看 整條路都規劃得很好 很乾淨很整齊 現在下去看看 剛剛我遠望是看到很多人在玩滑浪的 但是真的很大個海 你看 一望無際 海天一色 滑浪之道 這裡 它本身是有教人滑天的 所以其實 因為它的浪好 所以很多人都會特意過來 這邊 滑浪 哇 哇 這裡就是它的黑沙灘 有些沙是黑色的 我們走進去的 它是黑色的 走進去的 抓緊 我們在整個山上 走進去的 就是黑色的 走進去的 我這個野 現在我們就去到朱古力廠 原路開車大約10分鐘左右就到達了 來到澳洲維多利亞就一定要去朱古力廠見識一下 澳洲的朱古力出名,好吃,還要是多款式 朱古力廠大門口旁邊都會有一個小公園 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特色袋鼠 把袋鼠變成朱古力波波 雪糕到插袋鼠,還有溶化朱古力袋鼠 記得跟它們拍照呀 是時候帶你們進去朱古力廠看看 朱古力廠還要是免費入場的 一進去就被朱古力包圍著 款款朱古力都很有趣,很吸引 這個也挺正的,很有趣 它還有一個攪拌的 然後還有一些 這裡也有雪糕賣完 在裡面,這裡有很多種味 超多一家大小 其實這個朱古力廠是路徑 所以都可以來一來看看 你看這些買回來送給人做禮物幾好呀 如果來到想玩一些特別的 其實可以參加它的小小工作坊 可以製作朱古力 參加製作朱古力 它就是會有一個特色的 吸醬給你 朱古力廠的圍裙 廚師帽 還有畢業證書 還有可以帶了三款朱古力回家 你看看多少朱古力 是真的花多眼淋的 如果是朱古力迷 真的會被這裡迷上 很難得來到 不是先不吃它的雪糕吧 雪糕真的超多口味 真的看得花多眼淋 每隻口味都想嘗試 流口水了 這裡的cafe 也非常大的 也有很多空間位置 可以在這裡吃朱古力 喝朱古力 吃他們的雪糕 可以放鬆一下就出發 我們由朱古力廠出發 去看小紅武燈塔 現在我們到了小紅武燈塔 樓下的沙幽公園 超清的 神經病 途經大洋路 每個人都會說 一定要去小紅武燈塔 因為他是網紅來的 以前小紅武燈塔 是叫做Eagle Last Point 建於1897年 都很長歷史的了 今天簡介大滿足了 我現在要回酒店休息了 期待我明天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澳洲生活澳洲旅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 下集見 下集我們會帶你去樂欣 帶洋路自駕遊有什麼玩 是帶你去玩飛天啊 樹頂漫步 下海 還要和你吃超出名的漢堡店 之後帶你們去阿波羅灣吃帶子派 當然不少澳洲本地最新鮮的龍蝦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們下集見吧